青蛙神讲述了两则关于青蛙神的故事 第一则是青蛙神的女儿十娘何俊公子薛坤生的故事 第二则是青蛙神经广武生庙修建墓娟的事 帮扶做善事的人,青蛙神总能辨明善恶 让那些为父不仁,私自克扣的人将钱财拿出来 实在是大快人心,第一则故事 话说南方长江,汉水一带,民间信奉青蛙神最虔诚 蛙神词中的青蛙不知有几千几百万 其中有像蒸笼那样大的 有人如触犯了神,家里就会出现奇异的征兆 青蛙在桌子,床上爬来垂去 甚至爬到滑溜溜的墙壁上而不掉下来,种种不一 一旦出现这种征兆,就预示着这家要有凶事 人们便会十分恐惧,赶忙宰杀生畜 到神词里祷告,神一喜就没事了 湖北有个叫薛昆生的,自幼聪明,容貌俊美 六七岁时,有个穿青衣的老太太来到他家 自称是青蛙神的使者,来传达蛙神的旨意 愿意把女儿下嫁给昆生 薛昆生的父亲为人朴实厚道 心里很不乐意,便推辞说儿子还太小 但是,虽然拒绝了蛙神的许亲 却也没敢立即给儿子提别的亲事 又过了几年,昆生渐渐长大了 薛翁便与江家定了亲 蛙神告诉江家说 薛昆生是我的女婿,你们怎敢染指 江家害怕,忙退回了薛家的彩礼 薛翁非常担忧,背下祭品 到蛙神词中祈祷 自己说实在不敢和神灵做庆家 刚祷告完,就见韭菜中浮出一层巨蛆 在背盘里蠢蠢如动着 薛翁忙倒掉酒窑 谢最后返回家中 内心更加恐惧,只好听之认知 一天,昆生外出 路上迎面来了一个使者 向他宣读神旨 苦苦邀请他去一趟 昆生迫不得已 只得跟那使者前去 进入一座红基大门 只见楼阁华美 有个老翁坐在堂屋里 像有七八十岁的样子 昆生拜扶在地 老翁命扶他起来 在桌旁次座坐下 一会儿,奴婢、婆子都跑了来看昆生 乱纷纷地挤满了堂屋两侧 老翁对他们说 进去说一声薛狼来了 几个奴婢忙奔了去 不长时间 便见一个老太太领着个少女出来 约十六七岁 艳丽无比 老翁指着少女对昆生说 这是我女儿十娘 我觉得她和你可称得上是很美满的一对 你父亲却因她不是同类而拒绝 这是你的百年大事 你父母只能做一半主 主要还是看你的意思 昆生目不转睛地盯着十娘 心里非常喜爱 话也忘说了 老太太跟他说 我本来就知道薛狼很愿意 你暂且先回去 我随后就把十娘送去 昆生答应说 好吧 告辞出来 急忙跑回家 告诉了父亲 薛翁仓促间想不出别的办法 便交给儿子话 让儿子快回去谢绝 昆生不愿意 父子正在争执时 送亲的车辆已到了门口 成群的亲衣丫鬟 簇拥着十娘走了进来 十娘走进堂屋 拜见公婆 薛翁夫妇见十娘十分漂亮 不觉都喜欢上了她 当晚 昆生 十娘变成了亲 小夫妻恩恩爱爱 感情密切 从此后 神女的父母时常降临昆生家 看他们的衣着 只要穿的是红色衣服 就预示薛家将有喜事 穿白色衣服 薛家就会发财 非常灵验 因此 薛家日渐兴旺起来 只是自与神女结婚后 家里门口 堂屋 篱笆 厕所 到处都是青蛙 家里的人没一个敢骂 或用脚踏的 昆生年轻任性 高兴的时候 对青蛙还有所爱惜 发怒时 则随意践踏 毫无顾忌 十娘虽然千景温顺 但生性好怒 很不满意昆生的这些所作所为 昆生仍不看在十娘的份上 有所收敛 一次十娘忍耐不住 骂了她两句 昆生发怒 说 你仗着你爹娘能祸害人吗 大丈夫岂能怕青蛙 十娘最忌讳说蛙字 听了昆生的话 非常气愤 说 自从我进了你家的家门 使你们地里多产粮食 买卖多挣银子 也不少了 现在老老少少都吃得饱 穿得暖 就要猫头鹰长翅膀 要吃母亲的眼睛吗 昆生愈怒 骂道 我真厌恶你带来的这些东西太肮脏 不好意思传给子孙 我们不如早点分手 将十娘赶了出去 昆生的父母听说后 急忙跑来 十娘已走了 便斥骂昆生 让他快去追回十娘 昆生正在气头上 坚决不去 到了夜晚 昆生和母亲突然生病 烦闷闷地不想吃饭 血翁害怕 到神词中赴经请罪 言辞懇切 过了三天 母子的病变好了 十娘也自已回来了 从此夫妻和好 跟以前一样 十娘不好操持女工 天天盛装端坐 昆生的衣服鞋帽 全都推给婆母做 一天 昆生母亲生气地说 儿子已娶了媳妇 还来累他妈 人家都是媳妇伺候婆婆 咱家却是婆婆伺候媳妇 这话正好让十娘听见了 便赌气走进堂屋 质问婆母 媳妇早上伺候您吃饭 晚上伺候您睡觉 还有哪些侍奉婆婆的事没做到 所缺的 是不能省下雇佣人的钱 自己找苦受罢了 母亲哑然无言 既惭愧又伤心 禁不住哭了起来 昆生进来 见母亲脸上有泪痕 问之缘故 愤怒地去责骂十娘 十娘也毫不相让地争辩 昆生怒不可遏 说 娶了妻子不能伺候母亲高兴 不如没有 盼上触怒那老青蛙 也不过遭横祸一死罢了 又赶十娘走 十娘也动了怒 出门静自走了 第二天 薛家便遭了火灾 烧了好几间屋子 桌子床榻 全程灰烬 昆生大怒 跑到神词斥责说 养的女儿不侍奉公婆 一点家教都没有 还一味护短 神灵都是最公正的 有教人怕老婆的吗 况且 吵架打骂 都是我一人干的 跟父母有什么关系 刀砍斧舵 我一人承担 如不然 我也烧了你的老窝 作为报答 说完 搬来柴河堆到大殿下 就要点火 村里的人忙都跑来哀求他 昆生才愤愤地回了家 父母听说后 大惊失色 到了夜晚 蛙神给邻村里的人托梦 让他们为女婿家重盖房子 天明后 邻村的人拉来木材 找来工匠 一起为昆生造屋 昆生一家怎么也推辞步了 每天有数百人 络绎不绝地前来帮忙 不几天 全家房屋便焕然一新 连床榻 围杖等器具都给准备下了 刚整理完毕 石娘也回来了 到堂屋里给婆母赔不适 言辞十分温顺 转身又朝昆生陪了个笑脸 于是全家话怨为喜 此后 石娘更加和气 连续两年没再闹别扭 石娘生性最厌恶蛇 一次 昆生开玩笑般地 把一条小蛇装到一只木匣里 骗石娘打开看看 石娘打开一看 吓得脸上失色 是骂昆生 昆生也转笑为怒 恶语相加 石娘说 这次用不着你赶我了 从此后我们一刀两断 竟直出门走了 薛翁大为恐惧 将昆生怒打一顿 到神词里请罪 幸而这次没什么灾祸 石娘也既然没有音讯 过了一年多 昆生想念石娘 很是后悔 偷偷跑到神词里 哀啃她回来 还是没有回音 不长时间 听说蛙神又将石娘 改嫁给了原家 昆生大失所望 便也向别的人家提亲 但连相看了好几家 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石娘的 于是更加想念她 去原家看了看 见房屋一新 就等着石娘来了 昆生越发悔恨不已 不吃不喝 生起病来 父母忧虑着急 不知怎么办才好 昆生正在昏迷中 听有人抚摸着自己说 大丈夫常要和我决裂 怎么又做出这种样子 睁眼一看 竟是石娘 昆生大喜 一跃而起 说 你怎么来了 石娘说 要按你以前对待我的那样 我就应该听从父命 改嫁他人 本来很早就接受了原家的彩礼 但我千丝万想 不忍心设下你 婚期就在今晚 父亲没脸跟原家反悔 我只好自己拿着彩礼 退给了原家 刚才从家里来 父亲送我说 是丫头 不听我的话 今后再受薛家七零虐待 死了也别回来了 昆生感激他的情意 不禁痛哭流涕 家里人都高兴万分 赶紧跑了去告诉薛翁 婆母听说后 等不及石娘去拜见他 忙跑到儿子屋里 拉着石娘的手哭泣起来 从此后 昆生变得老成起来 再也不恶作剧了 夫妻二人感情更加深厚 一天 石娘对昆生说 我过去因为你太轻薄 担心我们未必能白头到老 所以不敢生下个后代留在人世 现在可以了 我马上要生儿子了 不长时间 石娘父母穿着红袍 降临薛家 第二天 石娘临产 一胎生下两个儿子 此后便跟蛙神家来往不断 居民有时触犯了蛙神 总是先求昆生 再让妇女们穿着盛装进入卧室 朝拜石娘 只要石娘一笑 灾祸就化解了 薛家的后裔非常多 人们给起名叫薛蛙子家 附近的人不敢叫 远方的人才这样称呼 一时是说 青蛙神 往往借乌的嘴说话 乌能察知神的喜怒 乌如告诉信士们说 神喜欢了 那么福气就来了 如说 神发怒了 那么一家人都呆呆地坐着 忧愁叹息 至于有吃不下饭去的 是习俗就是如此呢 还是青蛙神确实神灵 并非完全虚妄呢 第二则故事 话说有个姓周的富裕商人 生性吝啬 正赶上本地的人 墓资修建观圣祠 不论穷人富人 都乐意出钱出力 唯独周某一毛不拔 过了很久 因为墓的钱不够用 观圣祠仍没见好 领头的人一筹莫展 一次 众人正祭祀青蛙神 神忽然附在乌身上说话了 观圣价钱的周仓将军 命小神掌管募资事宜 快给我取账簿来 众人忙把账簿递上去 乌说 以捐资的人不再勉强 还没有捐的 自己量力住民要捐的数目 众人唯唯听命 分别写上了自己要捐的银两数 最后 乌看着众人问 周某在这里吗 周某正混在人群后面 恐怕蛙神知道自己来了 这时听到乌的问话 大惊失色 不敢不答应 极不情愿地挪动着脚步走到前面 乌指着账簿说 你写上捐一百两 周某不肯 乌发怒地说 银债你都付出二百两 况且这是好事呢 原来周某曾跟一个妇人私通 被她丈夫当场抓住 她便交出了二百两银子赎罪 所以 蛙神现在故意接她这件丑事 周某既羞残又恐惧 迫不得已 只得住上了捐一百两银子 周某同家后 把这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说 这是屋在敲诈你 此后 屋多次登门索要银两 周某总是不给 一天 周某正白天躺着休息 忽听门外传来扭喘一样的声音 抬头一看 是一只巨大的青蛙 房门刚好容得下她的身子 蠢蠢地爬动着 从两扇门当中硬挤进了屋里 然后转过身去 把下巴磕割到门槛上 周某一家人都惊恐不安 周某说 这定是来讨木金 便烧上香祷告 愿先交三十两 余下的以后再送上 青蛙一动没动 周某又说先交五十两 青蛙身子忽然一缩 小了一尺多 周某又加上二十 青蛙再次缩的跟斗一样大 周某说愿全部交上 青蛙才缩的跟一只拳头那么大 慢慢腾腾地爬出去 钻进墙缝走了 周某急忙拿了五十两银子 送到兼造观圣祠的地方 人们见铁公鸡竟拔了毛 都感到惊异 周某也不说原因 过了几天 乌又说周某还见五十两银子 为什么不赶快催他交旗 周某听说后害怕 只得又送了十两 想就此完结 一天 周某夫妇正吃着饭 那只大青蛙又来了 跟前次一样爬到屋里 眼睛瞪得大大的 像在发怒 一会儿 巨蛙又爬到床上去 把床摇晃得像要翻了一样 把嘴巴搁在枕头上睡起觉来 肚子高高地鼓起 像头握牛 把四个墙角都塞满了 周某十分恐惧 只得又拿出四十两银子 凑足一百只数 但看看床上的青蛙 一动没动 没出半天 小青蛙群渐渐聚集而来 第二天 青蛙更多 粮仓 床上到处都是 比网还大的青蛙 跳到炉灶上吃苍蝇 此苍蝇纷纷落到饭锅里 然后糜烂 把饭搞得污秽不堪 没法再吃 到第三天 连院子里都挤满了青蛙 一点空隙都没有了 周某一家人惊慌失措 迫不得已去请教乌 乌说 这肯定是嫌银子少 周某听说 便烧上香祷告 愿在一百两只外 再加二十两 床上的巨蛙才抬起了头 又加了些 巨蛙抬起一只脚 直至又增到一百两 巨蛙才挪动四脚 下床爬出门去 但刚笨拙地爬了几步 又返回来 卧在门内 周某害怕 问乌是怎么回事 乌揣摩他的意思 是要周某现在就交钱 周某无可奈何 如数拿出银子交给了乌 巨蛙才走了 几步之外 巨蛙的身子呼得猛缩 砸在蛙群中 再也辨认不出来 蛙群也乱纷纷地 渐渐散了 观圣祠建成后 举行落成仪式 又需要费用 乌忽然指着一个领头的说 你应该出若干两银子 领头的共十五人 除两人之外 都被乌点了名捐银 这些领头的指了指 那两个没被点名的人说 我们和他们二人都已捐过了 乌说 我并不是因为你们 比他们二人富有 才在让你们捐钱 而是按你们侵吞的银两术 来决定捐钱多少的 这些银子都是从众人身上募集来的 你们不能贪污自肥 恐怕以后会有横灾 念你们领头建词 十分辛苦 所以让你们捐出私吞的银两 以替你们消灾 除他们二人连结正直 没有参与 可以免了外 就是我的家屋 我也不包庇他 就让他先拿出银两 给大家带个头 乌说完 飞跑进家 翻箱倒柜 妻子问他 也不回答 把家里的银子 尽数拿了来 告诉众人说 我这个家屋 私自客口银子八两 现在让他倾囊赔偿 大家把银子称了称 只有六两多 屋便让人记下欠数 大家见此情景非常惊愕 再不敢争辩 全部如数交清了银两 乌醒过来后 自己茫然不知这件事 有人告诉他经过 乌十分羞残 忙当了衣服 凑足了阴交的数目 其中只有两个人没有交齐 结果一个病了一个多月 另一人生了个大疮 花的医药费用 远远超过了他们欠下没交的钱 人们都说这是侵吞捐银的报应 意识是说 老挖尽管募捐的事 总是在帮扶做善事的人 这不比官府用刑罚定次脱锁强得多吗 对坚守自道的贪污行为先揭发 以叫他们及早消灾免货 这种看去威猛的做法 其实正是在做慈善事呢 你一直在做慈善事呢 你一直在 solve 我一直在做慈善事呢 你一直在做赤